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紧张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外国的生活有挺有趣的 有时候人如果真的要呼吸去外国见识一下 或者呼吸一下也好 没错 师傅 跟上你Facebook那些 我们的观众全部都知道 你每一天都发出很多东西 我认为你过去玩不是过去做事 当然不是啦 做事都要吃东西 是吧 好了 圆归正转 阿坤我不用介绍了 每一次都在我的副主持 Hello 好 每一次我之前都说 每一次每一集 我都会精心去挑选我的嘉宾 上一集因为我不在香港 所以我就找了我徒弟阿法宁 上来说一下他当初 为什么会做我徒弟那些经历 但是今天我又找回我们的女神 我每一集 其实我真的很精心去挑选这些女神 我今天选择这个真是公认的 也是 就是我们的美女Gina Hello 大家好 Hello Gina Hello Gina 其实Gina和我都认识了一段时间 Gina 最初我还没认识Gina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些美女 又是好像那些三骨大头猜 可能渣渣跳 就是常常出来玩 那些是这样的 但是原来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 我的感觉完全不改观了 你是很mature 我觉得你是很淡定 说话是很温柔 我觉得你很真的 你给我的感觉是很真的 就是不会说嬌斗造作 亦都不会说 所以有时候好像选港者那样 我经常都听到美貌与智慧 但每一年我看港者或者亚者的选举 我会觉得 问问题的环节 我会觉得很好笑 有时候我会觉得 就算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 有时候都未必会这样回答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回答 那我就觉得 是不是真的有美貌 就未必有智慧呢 就是我这样想 有时候其实娱乐圈 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呢 师傅 特意地回答 是不是呢 你要突出 那么多佳例 你要突出 但是我当时看他们的表现 很自然的 自然的 即是真的这么低的 不应该用低形容 是 不可以这么说的 美貌与智慧 我觉得是可能不能够并重的 但是我看到Zina 我又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想 我觉得有些事情的改观 因为她呢 我觉得Zina说话呢 很成熟的 还有她是很懂得尊重长辈 还有她是很鸩定 多谢师傅 也不是那些 W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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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的人 很乖的 其实她 你们真的不要以为她是那些 非一般的小妹 雖然她是小妹出身 但她现在已经是艺术 她已经不是小妹了 但是她就真的 不要騙你們 因為她以為她是Lambo出身 以為她一定是VVV 其實她是非常保守的 是不是 是 有點尷尬 爆了Gina的東西出來 其實Gina 你這麼漂亮的女兒 你是不是很多人追的 其實真的 很少 很少啊 那是不是你太漂亮 她們不敢 因為她們覺得不知道我的條件 免得碰釘 不是 因為我其實也挺宅女的 是嗎 我除了工作出去之外 一放假我會留在家一天兩天 我會相信 因為我是她微信圈的朋友 我經常見她把東西放出來 她在家彈琴 她有很多這種瘟文 我又見她看書 最喜歡看電影 我喜歡彈琴 是的 她全部都放在微信圈的 我見到她又放了一些電影出來 說買到這張碟 然後又彈琴在這裡彈琴 他真的很有趣的 因為我不喜歡出街 因為第一 很多人 還有我覺得以前 可能小時候 或者那時候在香港出街很開心的 可能和朋友一起扮好漂亮的出街 賣東西 但現在發覺其實做來做去這些事的時候 很悶 我現在反而叫朋友來我家玩 反而你想反迫歸真 因為一向實在太過活了 經常都要出去又要應酬 那些生活已經很厭 很厭 我發現人家長大了 是很不同的 喜歡這些東西開始 我以前是不會買畫的 我是不會彈琴 是不是 你們是否猜不到 我是不會聽交響樂 我以前 你還比我高興 聽交響樂 我現在是會 我不知道這個人 是會轉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真的天天都對著 那些夜夜新歌 那些 就是你拍戲 顛倒日月 又經常都成盆人 那你突然間 你真的 當你真的要放鬆的時候 你真的很想靜靜地自己 希望回復真我 就是做回自己喜歡做的事 譬如我在家裡想倒杯水喝 可能在街上 你經常成盆人的 我連倒杯水都可能成盆人的 是不是 那我自己真的可以去彈琴 舒緩一下自己 所以是正常 所以我沒有騙你們的 她真的很窄女 她很保守的 那為什麼我會叫Gina上來呢 其實我不是介紹她的 那其實我是 就是特地叫Gina上來 就是因為Gina 之前都有很多一些靈異 或者一些和娛樂上有關的經歷 那其實很多藝人都會在拍戲的期間 會譬如在那些影廠 或者片場都會遇到一些靈界的東西 酒店 或者酒店 那些都會遇到的 那之前我請了那麼多嘉賓上來 他們都有講過一下娛樂圈 有時候在電影公司 或者電影的片場那裡 看到一些東西 其實說得多 都不需要再講 就是找第幾個上來講 都是一樣的 都是差不多的 對 都是差不多 所以師傅都不會那麼悶 為什麼又會找一個藝人上來 又是講這些呢 因為這次我前一陣子 就聽Gina說 就說去了馬來西亞拍攝的 是 是 那時候是2014年6、7月 是拍什麼戲 拍一套旅景的 為什麼拍旅景戲 反而去馬來西亞呢 其實通常人們要拍鬼戲 拍到零 才會去馬來西亞 因為那些地方 是讓人的感覺比較陰性 比較靈異 那馬西亞那邊其實是 因為要查案 所以過了去那邊 就是他拍的景 那你拍的是 即是警匪片那類的 是吧 那跟靈異應該無關係 但以我所知 Gina發覺拍攝的時候 有一個演員 就是當地人來的 他也有自己一個 宗教信仰 可能 他做了一些事情 最初Gina都不太清楚 後來就覺得有些不妥 其實你覺得有些什麼不妥呢 不如由你自己親自演繹吧 那時候其實是拍攝 都賣尾 因為我們去了整個月 你是不是一向都知道那個藝人 是 我不知道 你不熟悉他 即是第一次合作 他是一個馬西亞人 然後 然後 其實 開頭大半個月都沒有什麼 但可能我們拍到去 尾段 大家的精神 或者我的意志力 都會低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 對 有些事情會敏感 或者那個人真的很累 因為我們每一天 是在睡 說的是三、四個小時 對 即是隨便穿衣服 就睡了 那個體力 所以真的可能意志力低了 是否趕戲 為何要這麼辛苦 是趕戲 因為我們去 還要訓練 因為全部體能 我們全部都是女生 基本體能沒有什麼 即是真的假裝猜破 全部都是槍 動作 哇 接著我們女生 還要穿背心短褲 不同男生 穿衣服 可以墊 我們是不能墊 硬吃的 那些碎屎地 扔你下去 或者鞋子 真的肩去撞 一定化 有一次有個替身 整個肩膀是肩肉 替身也肩肉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這樣 是 所以 大家都很累 那 因為為何 那個馬來西亞女生 都跟我們一起住酒店 是 因為她自己本身有屋 但因為我們每一天都很趕 所以一起住 組合在一起 就一起出發 所以她也住 那 然後 有一次我就忘記帶時卡 我們住同一層 嗯 那我忘記帶時卡 那我回到樓下大廈 我不這麼笨 那我關門 當然是敲去門 可不可以 就是借電話 打到下面 叫人們上來 因為我真的很累 那 然後我敲去門 那她剛好是沒有鎖門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開了 但她是在洗澡 這樣 然後我就 麻煩我想 可不可以借電話來打 因為我想帶到大廈 嗯 那我感覺到她開頭 也不是說 很長 對她不是很長 即是想想 對 因為她的門真的沒有鎖 我一推開了 所以她也說 OK 她是洗澡的時候 好 你進來打吧 那我就打 開頭 我一進去她的房間 我就聞到一層 嗯 我沒有聞過的一個味 不是臭 又不是香 嗯 是檀木 總之是一種 即是類似壯香的那種味 是嗎 即是寺院裡面聞到那些 又不是我們大香 即是 即是類似壯香 比較宮鼻一點 好像檀香 那些 那些 是不是壯香那類的味道 我想有一點點 但真的沒有聞過 那你覺得是否很難聞 還是怎樣 都… 不是很難聞 總之怪 但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層 我去幾間都沒有這種 好了 那我沒有東西了 那我就去打電話 我沒有懷疑地打 然後打完之後 我一放下她的電話 她有兩張床的 她也是一個人住的 但通常酒店有兩張床 然後很奇怪 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這兩張床的被子和枕頭 那個位置 即是可能被子揭開了一角 是這兩張床 即是被子揭開 枕頭可能打斜放 是兩張床 然後我就在想 那是否酒店本身是這樣的設置 不是… 因為我都在同一層 這個是揭開的感覺 那我突然想 她是一個女生住 為什麼 由兩張床一起揭開一張被子 枕頭又亂了 第二 為什麼會完全一樣呢 又沒有這麼巧 是同一個角落 同一個角落 同一個角落 就是兩張床是一樣的 即是擺似是完全完全一樣的 是一樣的 那我就真的 呆了 而且我… 好了 那我也沒有考究 因為我都在別人的房間 所以呢 我就… 我四個拜拜 然後轉轉轉轉轉 然後轉轉轉轉 我就看到一個茶几 因為她兩張床 即是… 嗯 嗯 那好吧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這麼大的… 大概是這麼大的 就這麼厚的一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 是… 我沒有走過去看 但是深色的 好像木那些 因為是深色的 正方形 四方形 是深色的 第一這個就… 因為我… 好了 那我走了 有沒有字的 我沒有走過去看 哦 即是你還看了一塊的問題 就是你還看了一塊的問題 嗯 嗯 然後我就出了房間 好了 然後我就想想想 自己的房間想 我越想越不好 因為… 首先… 那張床我剛才說了 那茶几上面那個東西 一定不是酒店的擺設 因為我的房間沒有的 嗯 那第二就是 為什麼一個女生住 拍戲 其實是拿些衣服 就是沒有理由 裝這個這麼大的東西 是有結的 嗯 又不是化妝袋 就是她是當地人 對 對 沒有這個必要 又不是 對 那… 經歷了很多 種種的因素 我就開始對這位 女生 開始越來越… 就是… 抗拒 就是不太想接觸她 對 對 就是你因為入了房間 之後覺得好像… 就是覺得很奇怪 每天都怪 每天都怪 即將床是很… 我真的很想認低 為什麼我不認低 我現在說 其實我印象都很蒙 因為半年前 嗯 對 然後… 好了 這一天發生了之後 第二天拍戲 即我們睡了一晚之後 那天拍戲 那天… 因為我想了一整晚 我不夠睡 第一 第二就是… 這個女生 跟我一起拍的 她們自己進去 一來就來 那… 然後她就… 在我背後彈琴 在你背後彈琴 怎麼無緣無故在你背後彈琴 可能她覺得悶 那樣 然後… 我們倆這樣站著 無緣無故在你背後彈琴 即她不是真的彈琴 即她說 你的背後彈琴 即是當你的背後彈琴 即是當你的背後彈琴 這樣彈琴 是的 是的 我覺得… 這個動作我明白的 有時候女生說 即是無聊 是的 但首先那時候是等著叫行動 我覺得是… 我沒有這個心情去放鬆 我才第一 第二就是… 為何在我背後彈琴 即是完全一句沒有跟我說話 無緣無故嚇到我背後彈琴 我這樣 然後我就… 我又不好意思 然後… 但是… 那天… 之後那天的… 我整個演出 我是很不信的 首先那些槍子 那些子彈 那些… 那些爆炸彈的位置 都黏好了 即是… 不適合 那些時間不適合 然後那些槍 滾極又滾不開 即是有一些又凹 然後自己情緒又很差 是突然間的 那一天很明顯 我… 即是他還沒彈琴前 你也沒事 因為還沒彈琴前 還沒拍的 對… 即是一彈琴前 你就開始… 整個人的心分彷彈琴前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承認 所以自己就… 即是… 對… 但那些東西就不太相信 譬如… 那些道具 或者… 動作 因為你要跑來跑去 唱都… 我覺得… 即是那天就不相信 我自己不舒服 對… 那接著呢 然後我就… 哇… 更加… 有點生氣 嗯 為什麼… 因為… 可能我都是生氣我自己 為什麼會被一個人 影響了我自己的心情 嗯 這樣是… 很蠢的東西 是否只是你覺得他有問題 其他的藝術 又沒有覺得 這個人也是有問題的 你不要那麼埋著 即是有沒有人跟你說這些 是我覺得他有這方面的問題 嗯 就是… 因為其他沒有說過這些 但是我真的聽 команде тру開或其他演員都有說 真是… 真是… 很… 很… 很奇怪 和很難相處 就是覺得這個人 是很難相處 和有點怪怪的 就是了 他們是覺得他們的性格yang 可能是 但是我在說是 那些東西怪 就是我自己的遭遇 嗯 就是… 那所以… 所以之後我就開始對這個女生越來越 抗拒了 對 那她有沒有對你特別熱情 漏你說話 或者會找你們一起玩 有沒有 譬如拍戲之後 有沒有叫你們一起出去喝杯東西 我覺得開頭我們去到馬拉 她有的 我們去到馬拉 但可能相處得久了 我就真的少了 嗯 其實Jina會覺得 在房間裡見到那塊四方那塊東西 可能是那個女生的一些自己的信仰 在那裡放 因為她進去是聞到那些類似撞香的味道 她不懂形容而已 我知道她的意思了 然後也看到那塊東西 也看到很奇怪的床 好像是在擺一個陣子 她的意思是好像擺了一個陣子 真的會做 現在是不是想起都害怕 你好像還很害怕 她在做一些不適合的事情 師傅你覺得 不奇怪的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有很多中間 很多不同的中間 就是想自己可能紅一點 或者幫助自己的財運上 事業上的事情 這樣 不奇怪的 但是未必她是想害人的 她只是想為了自己 就是想拿著數的 嗯 所以可能她剛剛擺一個陣子的時候 這個傻妹就突然來拍門了 她就想一想 如果讓你進來 會不會看到我的東西呢 所以她停一停 後來她就想想 可能不讓你進來 好像很無情 更怪的 不讓你進去更怪 隨便吧 讓你進來 博你不懂 誰知道她就傻傻傻傻 怎麼這麼有趣 怎麼這麼有趣 幸好她真的沒有拍照 這樣 其實除了那天的情況之後 接著有沒有其他事情發生 嗯 接著很搞笑 應該可以 接著吧 我記得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 之後就 有些事情發生了之後 那我就 我個人很害怕 這樣 接著我就 找我 即是那時的助手 嗯 就陪我回我的房間 然後我就說 你等等 我們現在 馬上 我讓你去問一下 那間房間 哈哈 我說你真的相信我說 我覺得 我想叫我的助手 幫我證明 是否真的有種味道 對 是否真的有種怪味 你還立即有膽叫助手 一起進去再問一下 進去問你在外面問 你想 我只是打算用同樣的方法 又沒有帶時刻 好 好 對 對 對 我打算用同樣的方法 其實是 我們準備好地做的時候 因為我的房間是最尾的 準備好地做的時候 她的房間在這裡 然後我們一轉面 立即想走她的房間的時候 她突然開門出來 剛巧不知道 開門出來是這樣看著我們 很靈異 這樣 我們一衝出來轉位 想去她的位 立即看她的位 她突然衝出來看著我們 嘩 那個眼神 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她剛巧又出了出來 但… 其實她是否在房間 聽到你們的走廊有聲音 我已經很小聲了 我做手勢 我沒有說話 她突然開門 然後看著你們的樣子是很酷的 是很酷的 但她又是開門看著我們這個方向 那她有沒有說話 等一下 她有沒有說話 然後我不是主動 我們也打算轉彎的時候 沒有理由回到房間 沒有理由來回 我便馬上順勢成章 說 可否借一次電話來打 但我去廊坡 她拿了電鍵上來 然後我抓了我助手 一起進去 她說可以了 我便進去 然後我們便扮演 做了所有事情 之後再出去 我就聞她 我問她是否能聞到 就是問我助手 有否說話 因為還有的 她說是的 她也聞到我說的那種味 是很奇怪 她也未聞過 又不是香又不是臭 但是她安慰我 她說可能是那些… 會不會她之前屈陰 敷藥那些 然後我就… 又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也有屈陰 我也有去… 即是去那些叫什麼 鐵打 有敷藥 就是黑色那些 但也不是這樣的味道 沒有味道 我家房也要 真的 我家房還要有很多食物 或者很亂 怎樣也好 都是沒有味道 我不知道 然後… 但是… 我… 即是… 我最初也是聞到的 嗯… 即是只是聞到 但是… 還看不見那塊木 在那裡 今天就看不到了 今天就看不到了 那張床呢 有沒有又同一位… 同一樣 沒有留意 但應該都沒有 如果我沒有留意到 應該都… 即是那天這麼奇怪 但是那股味還在 是的 可能那天做法事的時候 剩下那股味 這樣 但也是… 正確是我第一次 進去她房間 那股味在每一樣 那後來… 後來你和助手去完 證實了還有這股味 那你們兩個怎樣 怕不怕 我們兩個都很怕 接著兩個都很怕 我也知道她很怕 我感覺到 我阿娜有沒有說錯這個 那你們有沒有想著 說給導演聽 或者… 不過這些是人家的私隱人 是啊 我沒有… 我懶得… 因為始終… 第一… 我真的… 我還沒回家都是不是 我又不是很懂這些 但是… 我又沒有可能 將別人的東西 去說給其他人 那也是 即是我也會相信 你不是很懂這些 因為你連形容出來 都好像很辛苦 我真的被她笑死 即是她是… 好像還是嚇倒 還很害怕 還很害怕 是啊 所以… 這是她之前 馬來西亞的其中一個經歷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她回到來 有告訴我 師傅有這麼奇怪的事 跟我說一下 所以我說 是嗎 即是突然有機會 找你上來演藝也好 但我不知道她是… 真是懵得這樣 好像還那麼害怕 好像還很害怕 很多東西都真的不知道 連形容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形容這樣 這個是Gina的其中一個經歷 其實我們… 今天還有很多事情問她 因為她也還有其他的經歷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 謝謝 究竟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冤有頭 債有主呢 平心不做虧心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 半夜敲門也不驚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所謂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無法改變呢 以上種種疑問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一一解開 回到原來有恩第二節了 你們記住 師傅在第三節的時候 就會聽你們的電話 你們就快點打電話來 跟師傅分享你們的靈異經歷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7435233 27435233 27435233 快點打來跟師傅聊天 剛才我們跟Jeana 說回她在馬來西亞拍戲的時候 遇到一個女藝人 有些很古怪的動態 令她和助手都很害怕 害怕到她現在說出來都害怕 還很震震 是的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害怕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做一件事 去圍自己 可能是鋪一些路 有時候好像有些人想發達去養鬼仔 都會這樣做 可能你們做藝人這行 每一個人都會很想自己紅 或者希望自己可以被人看中了 可以出位 或者這個馬來西亞的藝人 他可能想自己去用一些 令類的方法 令自己可以紅 我想他是無心傷害任何人 所以你都不需要那麼害怕 不過可能那天你會覺得 我之前已經覺得你的房間 去到你的房間 覺得你的東西那麼怪 現在今天其實我也不是很想跟你來往 你又無厘頭 扮演朋友 走過來按一下我 在那裡彈琴 它令到你有些很疑惑 和很不安 所以導致你的心情 情緒 是集中不了 所以導致你那天拍攝 又不順利 又被導演罵 你更加心情不好 對不對 我想純粹是這樣 師傅你覺得彈琴那一部分是善意的 我覺得它是 什麼意思都沒有 可能真是無聊 或者他覺得 不如跟你扮一下朋友 就是這樣 就是見你這陣子 面對我 是啊 他都說明白的 Gina剛才也說 我很明白 女生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會做一些無聊的動作 其實他明白 其實我也明白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會覺得 在這件事裡 我不覺得那個藝術 是想做些什麼 去傷害大家 可能真的純粹做了一個 這樣的動作 令到Gina很不安 就是心理壓力大一點 沒錯 比較大 其實說回來 之前我為什麼會認識Gina 其實Gina是Roland的好朋友 他們很朋友 有一天Roland打給我 就說他們要拍到微電影 但是他們的場地 就是灣仔某一個地方的舊樓 他說很舊很陰森 他們看這個場地 他們就有點害怕 覺得會不會有個師傅 跟著他會比較好些呢 當然 我這麼忙 我怎麼會有空陪他去呢 我跟Roland說 我派個天象陪他 我就派了徒弟在法榮陪他 當時他就是這樣去認識到Gina 其實Gina 阿榮回來跟我說 其實那個地方真的挺陰森 因為可能已經被人荒廢了這麼久的舊樓 他就說 其實他都覺得那裡真的有必要 真的要有師傅 或者有一些專業的人士陪伴 其實你去到那裡拍這套東西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我去到那個場地 首先幸好 他在一棟樓 裡面是很殘忍的 好像去了古代 是啊 我知道很久的 很幸好我那段氣氛 是在這個棟樓的外面 我不用進去 但是有些人也要進去 但是我 我在外面就 我覺得好一點 因為你日光有白天 對 起碼看到陽光 對 但是我裝進去 我好奇心裝一裝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挺陰森 對 但是你從頭到尾都沒有在裡面 我沒有在裡面 其他藝術那些 有兩個小朋友 駕機那些都要 小朋友都要 對 因為就是這樣 據阿榮回來跟我說 他說其實都要封心 真的要做這件事 因為始終那層樓 已經五十多年都有了 已經荒廢了 完全是五十年前的建築 還有裡面已經荒廢了 骯髒了 為什麼他們會選 那些地方去做這個背景呢 因為其實整部電影 是說一個現代的老伯伯 因為有些東西勾起他以前 小時候的回憶 其實只是說回憶 所以那兩位小朋友 做他的年輕版 所以就一定要有這麼舊的地方 即使我的衣著都是旗袍 那種 阿榮就是這樣 跟Jana聊天 認識了Jana 然後帶了Jana回來 跟我們聊天 認識我們 我真的很有緣分 因為首先 師兄幫我封身 他怎樣跟你封身 我看他有沒有手多多 我看見你這麼漂亮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試過被人封身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他先說到 我沒有試過被人封身 下一集要叫阿榮上來澄清 下一集 是啦 不知道阿榮對你做過什麼封身 我想看看他正不正統 他怎樣封化 然後我問這個就是阿榮師兄 一會兒他幫你封身 好… 我就站在那裡 然後師兄就在那裡 畫畫畫 然後在那裡滑地 然後我在那裡看 嗯… 這麼可愛 哈哈哈哈 這麼像林鄭英那些戲 然後畫掌輪 嗯… 我說嗯… OK了 他說是 你現在可以上座了 然後… 好… 可能真的封身 所以我在那裡的東西 他們的外面就覺得沒什麼 即是放心一點 放心一點 是 其實在那裡 可能都會看一看 如果在那裡 這些這麼舊的房子 很多時候… 不過幸好你們都是拍日頭 嗯… 因為如果晚上去拍 就很大機會 會真的 可能會遇到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因為始終是棄了這麼久的房子 嗯… 加上如果他們沒有師父的話 其實要在那裡還是小孩子 小孩子最容易招惹這些靈體 嗯… 所以其實… 當日拍這套東西 你就沒問題了 嗯… 我想知道其實 你一直以來拍戲 你經常到處去 我都知道 其實你有時候在酒店都有些經歷 是的 這件事真的是… 首先我從小到大 本身去什麼酒店 去哪裡 一個人完全沒有問題 嗯… 即是你很大膽那些 完全沒有感覺到任何不可怕的東西 自從拍了一套鬼片 叫鬼愛 嗯… 拍完這套戲之後 之後呢 之後呢 每逢去亞洲的酒店 嗯… 如果我一個人睡的話呢 有九成都會中的 比野窄的 對 即是中的 有機會是八至九成 即是拍完那套鬼戲先 拍完那套之後 嗯… 拍完之前是從來沒有碰過這些東西 然後之後… 那… 但很奇怪 我就… 我去歐洲地區 一個人住就覺得沒有問題 嗯… 又一次也沒有問題 即是證明我們中國那些人 那些鬼不喜歡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鬼佬就喜歡你 會不會反過來呢 師傅 因為外國真的… 中國人反而喜歡他 那些中國鬼 中國人喜歡他 中國鬼也不喜歡他 但是那些鬼佬就喜歡你 我不知道 對…可能真的… 剛才師傅說的 外國真的很舒服 那個人可能…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但是… 那我… 我試過在… 譬如… 很多亞洲地區 所以至此之後 我永遠… 現在再出旅程 我也要求公司 找一個女生 陪著你 對 簡單地叫培訓 很陰謀 是女生 對 很多人欠著做 因為… 因為… 首先你去做事 你已經不夠睡 那你不夠睡 又經常承認著 那還要派一個大膽一點的女生 因為派一個她 比你更害怕 如果像Roland 就慘了 你打算Roland 男生就叫她去陪你 她更害怕過你 那就慘了 她更害怕過你 她肯定有事 第一個先走 你絕對在Roland的面前 如果去一些靈異的地方 或者一些鬼屋 在Roland面前 絕對沒有義氣這兩個字 因為Roland是很害怕 很害怕 超害怕 連我… 後天 我們就… 馬來西亞的DVD出版 我也打算計劃 明年我們會繼續去再拍 拍第二度 她告訴我 她一定不肯再做主持 我跟她說 為甚麼這麼沒義氣 拍第一集 當然要拍第二集 她說 我真的不行 我介紹另一個給你 這樣 她隨時推你出來 這麼好朋友 所以你跟公司說 多謝她 要女生陪我睡 你也要說 要找個大膽的女生陪我睡 要找個去 她比你更害怕 可能會更害怕 但真的有個女生在旁邊睡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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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起碼多些人氣 對 我想知道 其實你被鬼扎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因為那個人不同 有很多不同種的 是 有幾次 有一次就是… 我那晚就… 點擊 點不到 即是睡不到 嗯 接著我兩隻手這樣 這樣扔著枕頭 這樣睡 嗯 接著… 半碎狀態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整個身就… 這樣 動不到 但很… 避開那隻動不到 接著 之後呢 感覺到好像兩隻手 躲著枕頭 即是穴位 因為你知道 躲著枕頭是很圓的 嗯 剛才我這樣 維持著我 動不到 又很滑 接著… 但是… 還要躲著枕頭 她說好像整固你 我真的覺得這一段 是整固我的 不斷… 很大力… 哇… 哇… 然後不行 我不斷撐開 那個人撐了 我想半分鐘至一分鐘 很努力撐開了 那次… 就… 害怕到馬上… 其實會不會是 你的手這樣的時候 那些神經線 枕得太久了 但你感覺到 有兩個手在… 即是很清晰 有兩個手 是呀 是整固 這個是整固 很恐怖 然後馬上打給媽媽 麗牌的工作 然後哭著 媽媽就說 你不用怕 你唸經吧 不是應該換房嗎 唸經 不行 不行 馬上飛出去了 對 馬上走 我沒有睡到 那晚開電視開燈 所以有時… 我覺得… 我有時生氣 我真的發脾氣 我說 為何我去做事 譬如你說我去玩的 我很多時間睡覺的 你弄我不要緊 我給你弄 我毫給你 即是我去做事 我已經沒有時間 睡得了幾個小時 明天又要做事的時候 你還搞我 你還搞我 我真的生氣 你明白嗎 完全令我睡不到 這次是整固 然後有一次 又在馬來西亞 之前拍戲 也是拍了一個月 第一晚去住 我已經覺得那間房間是藍色燈 我不知道為何 你說它的設計是藍色燈 還是燈光是藍色 是的 燈光是藍色 設計來的 即是它的燈 透光是藍色的 是藍色的 是的 那我已經覺得 那算了 沒有了 那次還有一個助手 在另一間房間 即是同一間屋裡 有兩間房間 我都比較穩定 一開門就是他 但是第一晚去睡 我又被鬼閘 嗯 那我就馬上敲門叫醒了 然後他是基督教 嗯 他就捉了我的手 和我一起祈禱 嗯 之後 好了 之後我就發覺 住了半個月都沒有什麼事 嗯 但是呢 去到又是一個月的尾段 我發覺也是尾段出事 嗯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個月真的累 嗯 已經很累 然後有一晚我就睡覺 我就感覺到 因為我個人是打側S型睡的 嗯 因為我是沒有安全感的 就是喜歡夾著那些睡 對 夾著睡 我也是的 那我豈不是很沒有安全感 這個是嬰兒歲姿 打側 打側抱著公仔 就是沒有安全感 嗯 那我也沒有安全感 然後我就感覺到有一個人 又是整身動不了 我感覺到有一個人在後面 好像撞到我的屁股那樣 嗯 那我就… 即是跑來撞你 不是… 它也是跟我的睡姿一樣 在我後面這樣睡 噢… 即是撞到你的屁股 是的 那時候我是很生氣 我覺得… 難聽一點來說 我覺得是被人… 就是… 侵犯 是的 真的 嘩… 我…那團火 然後我… 好了 那時候開… 早上五點 那好吧 那我很趕時間出去 那我就算了 我做完事 一回酒店房間 我一打開門 我的人… 那些火是噴的聲音 因為我還沒生氣 我很生氣 不過是做事出去 那我回到酒店 我是用三角語言 因為馬拉 我用三角語言 英文、普通話和中文 那我就用完這三角語言 去罵這個… 這件事 嗯 我是… 真的瘋了 我的樣子是很兇 我握著手 嚇到 哇…真的不吹石 很靜 是真的嚇到害怕 我是罵了五分鐘 我是侮辱她 我說 哎呀…你很傷心 對不起 你不可以了 因為你已經不在了 即是我是侮辱她 我真的很生氣 我真的很生氣 你罵得罵得有型 在英雅的角度 這樣已經是侮辱人了 原來 難聽一點的 當然要在這裡 要修飾一下 還有一些助遇詞 一咪口告訴我們 一咪口告訴我們 英文也很容易 都是那幾個助遇 你要懂得說 不是客家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 是客家話 對 很多客家人 然後我罵了 你認識的都說了 對 我罵了五分鐘 然後我去洗澡 我一邊淋水 一邊自己哭 因為我… 很激氣 不是 我洗澡哭 是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好像很壞 我覺得可能… 你什麼壞 你覺得你罵了她很壞 對 我覺得好像罵得過分了 因為我覺得… 可能她已經不在 但我會不會有些過分了 因為我用… 我用… 是很侮辱的 就是我侮辱她 已經不是人了 因為我真的生氣 我當時發脾氣 那我就洗澡 我好像過不了一次的關 哎呀 糟了 我是不是好像過分了 然後就哭 已經… 就是那個人好像瘋瘋地 哇 然後之後… 好了 那個助手已經躲在房間 不敢吹聲 她看我好像… 沒見過我這樣 就是看你好像很失控 對 很失控 沒見過 我一時就生氣 對 那我… 那我就好了 洗澡了 我就靠在床上 靠在枕頭上 靠在枕頭上 我就休息一下 不到一分鐘 是開著燈抹大盞 不到一分鐘 我感覺到我把枕頭布 好像有一個東西 是捉住了一塊布 這樣在旁邊 它是好像這樣動 那塊布 就是枕頭 你明白嗎 就是在那裡捏著捏著 那塊布 但我抹大盞 就是眼睛不夠一分鐘 然後我感覺到這樣 我立刻打起來 我的天,對不起 對不起 我以為你也有罵過這件事 我不行 你的助手呢 在房間 我說不行 我立刻扯他出來 我說 我們用了半個小時 撿了一個月的東西 一個月有很多東西 在酒店 我真的住不到這間酒店 對不起 因為我感覺到 我沒試過擦大眼睛 不是睡覺的狀態 是感覺到枕頭布在我旁邊動 我的天 那個感覺是… 真的很害怕 我立刻大眼神 以話不說 我把行李的東西都放進去 馬上走 馬上走 對 真的住不到 那些東西都特地撿 也撿不到 反正那一刻撿到 對 我都扔掉 我不分類 甚麼都扔 然後… 因為我覺得 我後來分析回… 因為譬如… 如果他摘我 他已經是一個不好的鬼 他已經… 他已經… 品行不好 那一個品行不好的人 讓我去這樣罵 再罵 那他就再整理 就是變本加厲 你明白嗎 因為我之前沒感覺 我沒試過擦大眼睛 感覺到我旁邊動 這個感覺 真是人生第一次 所以我覺得 可能… 是因為我… 那其實… 你… 那麼多這些經驗 你有沒有試過去到酒店 真的好像人那樣 看看那些櫃桶有沒有聖經 有沒有檢查過呢 一般人就說住酒店 如果那間酒店裡的櫃桶 打開了一本聖經的 那就證明那間酒店 那間房是有問題的 立即換改 而且你跟我說 你住那間是未房的 你說哪次 這次 這次不是未房的 之前是未房的 那你有沒有看過這些櫃桶 有沒有聖經 沒有特地查 沒有特地查 那你聰明了 教聰明了 以後去到任何的酒店 你都去打開櫃桶 看看有沒有聖經 如果有聖經 就看看它有沒有打開 哦 即是你才打開了 是啊 正是有問題 就是他們… 因為外國人就會覺得 他們是信耶穌的 他們覺得如果那間房 曾經罵過鬼 他們就會放一本聖經在鎮壓 是這樣的 那我這次在澳洲 我都住了一間是未房 那我另外 你們兩個師妹 都是住未房 那她那間房 都是有一本聖經的 但是我那間房 的聖經 是打開了的 那是未房 她是住頭 我是住尾的 你應該不會要求她去調房 你反而開心 師傅 為甚麼 夠膽你就來吧 那我又沒有這麼超級 我是整晚都是 我是開了小聲音燈粉 但是我整晚都聽到 不是 就是浴室到有些毛巾聲啊 跟著又說那些桌子燈 是以下的那些聲音 但是我 跟著我睜開大隻眼 是那些桌子燈沒有動的 一閉上那隻眼 就開始又有些 癡癡癡癡的聲音 那我就跟自己說 可能是一些 樓上樓下的那些聲音 但是呢 終於是 感覺有人在旁邊 是吐了一口氣的 就是她不是騷擾我的 她是 那些 那些 那我沒有辦法了 那我就只要跟她說 我呢 就住一晚而已 我明天就回黃金海岸 你就不要再搞我 發家來的 就是我都會這樣去跟她說 就是警告了她 對 然後就好一點了 然後就沒有什麼事 所以就是 其實所有的酒店房 如果有本聖經 就是十居其九都是中銷的 就是轉房 對 那你一定要轉房 就是盡量申請 那有時候真的不要理會 或者她可能說沒有房子 那你就一定要要求 要不就跟導遊睡 要不就跟看看有沒有其他 女性的藝人 或者什麼一定要進房子 就是廢事 如果你這樣 你說你十居其九都可以 對 我現在開始 怎麼都會 找個女生陪我睡 就算香港沒有同事走得開 我都說 你在那邊幫我找個房子 只會睡 如果這樣 其實你自表不自本 你找不陪你睡 你為什麼不自己 拖回一些 譬如平安符 或者一些肉咀 那些東西來旁身呢 或者你覺得你拍攝的時候 可能會方便帶 是的 通常如果有鏈帶著那些 從來都做事 如果這樣 有可能你又穿氣服 就未必可以 真的經常都拿到你的東西 是的 如果這樣 我想你 如果將來再去這些酒店 我想你也要做一些 小小的準備功夫 譬如你會戴一些平安符 或者戴一些肉咀 但不戴頸 你戴起銀包 或者手袋 都好的 起碼跟身 身上會有些什麼 會安全一些 還有你剛才做的動作 你會說 很生氣啊 我罵他們 後來我又覺得自己很壞 其實你沒有錯 其實 傳統下來 除了我們法科師傅之外 普通人就說 一定要比鬼 要罵他 你要比他要罵他 是害怕的 但那一隻就不是 是 他可能很生氣 可能牽怒你 你幸好走得快 如果你走得慢一點 我就是說 一天都睡不到 我張開眼睛都這樣 怎麼睡 反正我們很好奇這間酒店 你寫個地址給我們 我們下次去馬來西亞 叫什麼名字 很好奇 記不記得哪間房 我忘記了 其實 我覺得你們做藝術 就是經常到處去 什麼地方都會去 因為你拍的戲不同 就要去不同的地方 可能突然間 明天要你去個山洞 後天就叫你去個垃圾池 就是什麼地方你都會去 其實你們很多 這一類型的經歷 所以其實你們 為自己要做一些保護的事情 我覺得 有時候 你知道人有三衰六旺 有時候你根本在走運的時候 我可能 你看到啊 我看不到 但是你走運程 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而你又比較人 是比較弱 或者你的命格裡面 是比較陰一點的話 是很容易去接觸這些靈界的 所以我都主張 你做一些保護功夫 這樣會好一點 對 但是我真的 以前從來都沒有試過 是拍鬼片的 所以我真的多得不少 那可能 其實也有可能 你真的拍那套鬼片的時候 可能招惹了一些靈界 也不奇怪 那一會兒 節目之後 我要檢查一下你了 好 我們接著 稍後 第三節 我們就會聽電話 你們第三節 記得快點打電話 給師傅 跟師傅分享你們的靈異經歷 電話 27435233 稍後見 究竟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冤有頭 債有主呢 平心不做虧心事 究竟 是不是真的 半夜敲門也不驚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所謂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 不能改變呢 以上種種疑問 恩發清師傅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回到第三節 原來有恩 我們先前兩節 就和Gina 都分享了一些 她在馬來西亞拍的 戲的時候的經歷 還有她之前 經常都拍在她住的 酒店的經歷 不過在這些 靈異經歷裡面 我又覺得 有些搞笑 不知道是否她的人 有趣呢 剛才我也有說 君坤 其實 我不是說 其他人真的不定聲 其實有些 我也知道 是很定聲的 我們上個星期 再之前一個星期 應該是 我們是 請了Amy 上來 沒錯 Amy 分享了很多 她一向的經歷 以及不開心的經歷 可以說 但也是和靈異 圓術 圓術 有關的 當我們 其實 上一次 我們和她做完節目之後 我們打算離開了 聊天 之後 我們打算離開了 然後有些事發生了 是嗎 師傅 她突然間有些不舒服的反應 其實她想說 張柱香給我們的祖師爺 沒錯 那就走了 誰知道她一上香的時候 就立刻出事了 她就開始成身發冷震 然後就很奇怪 震到很奇怪 我走過去 我們就問她做什麼事 她就說沒事沒事 經常都好像擋我們 好像很害怕 完全跟剛才做節目的時候 是兩個人這樣 後來我的徒弟就立刻 走過去抓住她 另一個女徒弟 然後你也過去檢查她 那當時你有什麼發現呢 我當時的感覺 師傅你叫我請同身 來看看她什麼事的時候 我感覺到她身裏 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的 因為我看到她跟你很對抗 她說她會走了 叫你們不要那麼多事 她突然間好像在室上 令到當時我們的製作人 每個人都好像打了一個突 為什麼Amy剛剛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突然這樣 她就越來越震 後來你落了祖師爺 落了一個同身下來之後 搞她的時候 她是很大的掙扎 後來我知道 另外我有一個女徒弟 亦都因為她男徒弟 始終都不是這樣方便 所以我就叫她先行回宮 找了一個女徒弟去做 那女徒弟也是落同身做的 但是當時她跟Amy搞的時候 Amy是非常之對抗 突然間變得很大力 她跟她這樣跟我那個徒弟是反抗的 是的 而且她說不會走的 走不了的 突然間變了另一個人 當時是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後來我也有跟她聊天 才發覺 當然我們過後 當然我是解決了這件事 但是解鈴還需是靈人 那是不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解決呢 那我一定要知道 她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我們之前都說 好像你那個馬來西亞那個藝人 很多女生為了想自己紅 或者什麼 都可能會去做一些東西 而Amy就是因為當年 跟了別人去買了很多很多的佛牌 就是招惹到這些東西 其實據你所知 多不多你們那類型的藝人 是會做這件事呢 其實以我所知 其實是有 都有 就是都有 那 你最清楚或者最深刻印象的 會不會跟你朋友呢 但是通常我一知道那個人有之後 是一次見面都不會見的 就是我很抗拒 通常他們最多是用哪一種 哪一種另類的方法呢 你以你所知 因為為什麼我會知道 是因為好像說 有一個女生的朋友去 這個女生在家裡玩 那樣 就不小心找她的東西 就見到 見到有些益力多 還是什麼呢 總之是有些東西在那裡 很神奇 就是有些益力多 有些益力多 喝水那類 對 然後她就 那個女生 見到那個女生 立刻很害怕 就立刻和很多人說 那一路傳到我兒子裡 傳到我兒子裡之後 自此之後 我不管是真還是假 我不管是真有其事 還是傳也好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我不會主動去見這個女生 接觸她 不接觸她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是的 有些人可能為自己前途 或者為自己 是很想有些東西去幫助自己 其實有沒有一些師傅 或者一些所謂法師 他生氣過你做這件事 有沒有事過 沒有 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也有沒有朋友說 喂Gina 不如這樣吧 在家裡安安些什麼 或者什麼 令到會紅一點 有沒有人教過你 有沒有朋友 都暫時沒有 你幸好沒有人教過你 是的 還有我 因為可能 跟一些在一起的朋友 都知道我 很不喜歡這件事 所以沒有人去教你 對 因為我覺得始終 他們是陰界的 對 他們可能有些東西會幫到你 但這些始終是 易請難送 是的 因為Amy也有說 她說當時可能年紀小 聽別人說 她買了這些佛牌 就說可以幫到她事業 其實她有說過 她說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她覺得 這些所謂的靈界 是有幫她的 但是幫她之中 是有纏繞她的 不肯走 那些這樣的 但是事實上 譬如她今天 許了一個願望 想明天有事去拍 那就立刻 第二天天有電話 叫她去拍 但是這些事 還是潛在她身上 所以她很矛盾 一件事 她當天來跟我說的時候 其實她是欲言又止的 她是很矛盾 她又想趕走這隻鬼 不想再被她纏著 但是她又怕趕走了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自己 會有損失 所以她是很矛盾 但是因為可能之中 我們的壇是比較正氣 她走的時候 她的心是出心想 裝著香給我做師爺 但是誰知道 就出現了這些動靜 其實也是緣分 師傅 她大可以就這樣做完 做完就走 但她是因為這樣裝著香 而被師傅見到她有這些情況 其實她當天說 她以前也跟過陸蔭師傅 學了陸蔭 她說她也好像過了三山 但是她說 柴娃娃 就是爬爬烏 還有她後來發覺 師傅的字 有一點點不是那麼正氣 她跟著就沒有再學 但是她就脫不了這隻靈界 所以她一直以來都矛盾 不知道怎樣 她也沒有告訴她 她經理人聽會成這樣 那就是當天這樣 就會拆穿了這件事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其實當然 我對你有信心 你本身我都知道 你不喜歡這件事 那我都會在這勸導 其實根本這些東西 你得到 你都要付出 是 而且始終是陰陽有別 是 而且我覺得她可能 這個時刻幫你 嗯 那可能下一個時刻 或者你說的是 但是人生之後 我覺得她可能 就是我聽過有人說 如果她有寶寶 有小朋友 她就會很羨慕 嗯 因為是吧 很羨慕 對 因為始終這件事 不是正道 那 其實她今天幫到你 明天會害到你 是看她什麼心情 對 所以我覺得是 是真的 因為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 幫到你的事 永遠都是偏 是 沒錯 不得正道 可能 可能說 如果那個東西 可能幫了 接一部電影 但那部電影是什麼角色呢 可能又是那種很偏 那種角色 永遠都不是很正道的東西 沒錯 那你就懂得想 對 好女生 其實我覺得 鬼是信不過的 因為鬼 他有很多事情 他都可能要靠我們人的相助 他才可以做到某一件事 哪一件事得誠心願 所以他們有時候 會什麼事情都答應你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做什麼做什麼 我什麼都幫到你的 但是當你一有些事情 幫不到他 轉頭 他就反面了 所以鬼是信不過的 千萬不要想著 跟鬼做朋友 對 為什麼會選擇 跟一隻鬼做朋友 相對一隻鬼 而不去信佛 因為他會覺得 有時候你去求佛 給我明天做樂彩 未必會得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 因為我覺得 只要你個人正直 你個人正直 還有有線心 你好像一杯水 譬如你今世出生 一杯水 裡面可能有半杯 半杯水 其實是你可能 前世積回來的水 如果你今世 可能完全是一個很不和 不停做壞事 或者不停沒有積陰德的時候 那些水會慢慢流失 你到可能 是的 可能今世很有錢 因為你上一世做回來的東西 但是你不停浪費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不好的收場 即是年紀大 或者你下一世 所以我們做人 我覺得是要正直的 不停去拒絕 所以他… 對,我是這樣比較好 是的 譬如你剛才說六合彩 很多人都會問 為何我今天求他 讓我中了六彩 為何不中 為何是一個 可能掃街 我中了呢 為何呢 就是為何 因為他可能上一世 收回來的東西 或者他人是甚麼 天氣有眼 是的 佛歌都可以唱 今世為何你會這麼美女 又是前世收回來的 所以其實我時時都在傳媒那裡 都跟大家說 要做多些善事 當然啦 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善事 那我自己三餐都不穩了 怎麼做善事 其實做善事 不是一定要錢的 你做義工 或者去出個心去 拖婆婆過馬路 扶盲人過馬路 都已經是一個善事 或者人的心善良 或者想一些好東西的時候 其實天氣是感覺到智 是的 所以很多人為了想得到自己的東西 都會不想後果 他會不停去做這些事情 明知是有問題的 好像Amy那樣 我知道他不會介意我說 其實他都明知是會有問題的 再這樣纏繞他 因為他真的很瘦 而且面色都是青蛋 比較差的面色 是的 就是不同的潤性 所以其實他都覺得是一個纏繞 他來不來就會發作 但是他控制不了 他亦都不想很刻意找師傅去搞 因為他怕 很多東西都沒有那麼順 所以我覺得始終 如果時事都是為了這些東西 而去用這些方法 我都不得長久的 而且得到的東西永遠都很偏 沒錯 所以我們那時候都有過這些經驗 有個善信 他自己曾經下過幾個BB 但是他就去泰國 聽別人來說 其實古曼童和先童子是兩樣東西 叫他養先童子 他就一樣是這樣 一樣和其他童養鬼子 沒什麼分別 拿個公仔回來 但是後來他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多問題 後來終於被人知道了 原來就是他的 那些下了的BB 就怨了 我們你殺了 你又不養 你去養 他也是死了的BB 我也是死了的BB 你為什麼養人不養我 原來那幫回來索命 因為他們沒有了天性 因為他們天生 他們剛剛還沒見天 就被你殺了 他沒有天性沒有人性 他只有道怨氣 他就會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會令那家人雞毛鴨血 後來終於我們是兩方面的解決 那個人是沒事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教訓 所以師傅 你經常都跟別人說 千萬千萬不要作業 不要下BB 是呀 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是呀 但是我真的覺得 廣極的人都不太明白 現在時下 年青人覺得比較適合 因為我做了這麼久的個案 如果遇到一些屬於墮胎 早知人問你 你是不是有作業 是不是有英靈 那些人都會說 是呀 那為什麼你要作業 年少無知 要不就說 環境不好 也會這樣 還有 我也不是嫁他 我不想結婚 好像很不負責任這樣說出來 有些人還好笑 什麼還有的嗎 他很小的 我剛剛有了一個月都不夠 就下來了 有生命的嗎 有些真的還可以這樣問答我 其實當你有人已經是有生命 所以千萬不要再做這件事 還有 我覺得他們很差 是啊 其實我是OK的 我是同意別人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是絕對不同意 仰股萬同 就是我會不鼓勵這件事 當然啦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我們是多事了 這樣 但是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用一個正途的方法 你跟回你自己的命格去走你的路 雖然在路上可能會有些波折 但是起碼我們是正路 剩下的結果 我會覺得是比較正面一點的 就是好也好 不好也好 自己起碼自己有個 就是自己先受 不要說因為愛來的 令自己有些其他的付出傷害 最慘的是 師傅我們做的個案都是 他的報應 或者他拿回的東西 他未必是在那個人身上 可能在自己的子女 爸爸媽媽 沒錯 你很無辜 人家又與他無關 不如這樣吧師傅 或者時間差不多 我們有一個聽眾的電話 我們先來聽他的電話 好嗎 好 免他等那麼久 叫阿玄仔 我們聽聽他 有甚麼跟我們分享 你收拾第一的號碼 沒有用 會用 2 第一的號碼 可能他關了電話 等得太久了 等得太久了 對 不要緊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已經習慣了 不是說說說說說說 又忘記了打電話給人 是的 是的 還有 我發現 不知道是否在這個時間上 這個時間 星期六 那些人都去了街 還沒回家 很多時候 我都是現場 其實 不是那麼多人打電話 還有 也未必有那麼多人點擊 但是我發覺 重溫就瘋了 是的 我發覺 重溫 那些人可能會回家了 他們就很心急會聽師傅說的 所以也不要緊 如果你們是有空的 就打電話來聊聊天 如果你現場沒有空 問問題 你可以在師傅的Fan page 留言 是的 我們一樣可以在這個節目 解答給你們 是的 其實Zina 你怕不怕夜的 怕不怕黑 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不是怕 是一種很有趣的寂寞 對 師傅是想跟你說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服務 是的 是的 我們專門護送女神 對 找高大威猛的師兄弟 護送女神回家 對 你說一會 對 這麼有趣 平日也可以 如果你不怕 我們就沒有藉口 對 其實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 再見 再見